黃耀鳴明哥早前在演唱會出了季 大方承認自己是同性戀 有很多同志支持他 而明哥都還很開心 但對於近日 林爾洛牧師批評同性戀的言論實在太激烈了 令到明哥也有點生氣 簡直說對方的言論是荒謬 甚至說他像恐怖份子 被人勒興的明哥心情當然不好 以前明哥在中環的Studio附近 和他的同性物有33歲的吳海剛一起現身 起初兩人一起走有聊有聊很開心 但一遇到記者的時候 兩人就很避忌 突然分開走 走到不久就截了的士 明哥非常有紳士截了的士後 還開了門等吳海剛上車 但上車後我們才知道明哥真的很生氣 明哥平時平時都是文質奔奔 但這天我們去拍他的時候 他竟然大動光火 首先就拿外套和背包 遮住先不讓我們拍 但我們也是揭而不捨繼續拍 明哥這時候就拿電話出來反拍我們 不但還出拳敲打玻璃槍 真的讓你嚇一嚇 明哥看來真的很生氣 但不要生氣 和朋友出去玩最重要是開心